台湾手机品牌在纽约推出了两款高中阶的新手机 而永达这个宏达店的执行长周永明 以及微软公司的执行长博默呢 是通通的现身了四个新产品的发表会上 但是呢这手机到底能不能受到玩家的偏爱 在11月发售之前都是未知数 请看中心特派张国华来自纽约的报道 色彩绚丽 外形时尚 手感超好 最新推出的Windows Phone 8X和8S两款新型手机 是台湾最大手机品牌和美国最大软体公司精诚合作的成果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突破的一个设计 它非常的薄 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们做过最漂亮的一个产品 美方合作伙伴的执行长则对与台湾公司的合作赞不绝口 作为旗舰机种的Windows Phone 8X采用HD 720 4.3寸萤幕 高通S4 1.5G双核心处理器 800万像素的镜头以高团阵的Beats音效 而中阶的Windows Phone 8X采用4寸萤幕 高通S4 1G双核心处理器 512MBG 以4G处选空间 我们有非常好的换印 很多家的电信公司 全球的电信公司都有要卖这个产品 两款手机将在11月初开始发售 售价目前尚未确定 全球将有150家电信公司陆续推出 但是新手机仍然面对激烈的竞争 我觉得HTC的新手机的新手机 看起来非常 elegante 它们非常精彩的装饰 和美丽的材料 但大问题是 HTC的这些手机和Nokia的新手机 也会变得色彩的Windows手机 当时都变得到市场 台湾国产手机品牌的新机型 看起来摸起来听起来都相当的不错 可是手机市场竞争很激烈 新手机能否成为市场的新宠 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中天新闻 张光华 钟义庭 纽约报道